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种 黄宝 高大上又能有效促进爬藤类植物 比如黄瓜 丝瓜 苦瓜 豆子生长的架子的搭建方法 先来展示一下我们家搭建的架子 你看这是一个人质型的架子 用的材料是我们家后院砍下来的树枝 闲着不用的cable线和毛线 是我制作的一张人质型架子的示意图 具体搭建方法是这样的 两个树枝错开摆成人质型 用绳子把树枝交叉的顶部绑好 然后在中间放上一根长的树枝就可以了 在准备树枝的时候注意 要把树枝底部用锯子锯尖 以便插入地里 最好擦深一些以增加来入住 你看这个黄瓜架子我用了三根横的树枝 这样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苦瓜丝瓜 以及黄瓜架子的另外一种搭建方法 我用的木块是邻居家专修用过的材料送给我们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我制作的一张搭建示意图 这是一种四脚架 具体的搭建方法是 在菜床的室中各固定一个木块 然后在顶上用四根木块连在一起 连接处用锯子定牢 四脚架的优点是坚固不容易倒 黄瓜苦瓜丝瓜爬到顶上的时候 叶子可以充分地打开 你还可以将两块菜地并在一起 打一个架子 省时省力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架子的顶装是怎样搭建的 我们用的是cable线 把它交错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顶部就可以让植物的叶子充分地打开 让它们有足够的空间生长 下面我来看一下怎么纳丝瓜往上爬 首先你需要几个树枝 把树枝擦在土里面 注意树枝不要离得根 根部太近 然后用绳纸把树枝绑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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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 这是我们家搭建的另外一个四脚架 是给黄瓜爬藤用的 中文字幕作词 李宗盛 上兩種方法使用的材料 比如樹枝木塊 Cable線 南年都可以回收使用 大家在搭建架子的時候 要根據菜地的空間 搭建尺寸適合的架子 如果您認為今天的視頻有幫助 歡迎點贊訂閱轉發 謝謝您的觀看